给你们看看啊 这是腊月十九 这是中午十一点五十四 看这人啊 还有十一点过年 我这边十几个足的宝子被裁员了 这个时候裁员啊 心情不咋地还不说 关键是人家也不好在找工作呀 有一样情况的宝子吗 你们怎么搞的 你理了 最满的时候基本上都度过了 把人裁了 你说人家怎么想不通呢 有个足的宝子来就很纳闷 说他业绩来也不是最差的 都安装安量完成的 接下来每个月都能够达标 在公司工作了半年 没出现过纰索和差错 年底刚把工作汇报交接好 你之前一个小时都还在做书局 不过公司在开他之前呢 也还是给了他一定的赔偿金的 搞得现在呢 他们也不知道能干些啥 就都想来找我退租 你说你公司裁员就裁员 搞得我包子婆都不好干了 一下子那么多退租的 为什么搞费你就不说了 还有些合同都没有到期的 我押金到底是退还是不退呢 上海的一个大威所 去我们小区的超市 原来的新鲜面包柜取消了 一问原来小区80%是外籍居民 现在只剩下10%了 这个生意撑不起来 德法学校现在也不管国际了 给钱就可以进去 早上听到新闻 美联航3月1日起 取消了68%的美中航班 现在看上去一切造就 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小密湖1979 餐饮这个时候人气不是很旺 什么原因呢 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原因 你们相信吗 公务员的热度会越来越低 因为土地财政 已经到了有进登库的时候了 体制内待遇好 其实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已 尤其是16年开始的涨价区库存 让地方卖地收入暴增 再加上近几年体制外就业困难 收入下跌 所以才导致公务员热 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赚钱路子多 公务员并不是很多人想干的工作 绝大多数的公务员 就来着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有些地方财政不行的 甚至开始拖欠工资了 一些单位加班还很严重 跟996打工人没什么区别 而且80%的人 也就是做个级别高一点的利 跟官没什么关系 现在管得越来越严 也捞不着什么资源和好处 甚至连最大的好处稳定 可能都是问题 是不会裁员 但是会欠薪啊 总之房地产火爆 公务员的日子就富裕 房地产萧条 紧日子就不可避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今天是1月30号 这边村里面的市场 之前一直都有很多摆摊的呀 跳广场舞的呀 但是今天晚上开始 基本上都变得特别的冷清了 前面就这么几个卖衣服的 现在已经准备收摊 这边是超市 也基本上都没有人了 这边村里面有很多的店呢 都已经是放假了 这边进去是市场 在以往呢 一般到快过年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人 但是不会像今年这么早 今年到过过年都还有十多天 你看这很多的店铺 你看这很多的店铺 这些小吃店呢 这些都已经关门了 这边是其他这些摆摊的 还有做夜宵的地方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了 这边是做烧烤的 做夜宵的 也很多都已经是放假了 看来今年这个春节 在广东这边 注定更冷清了 还有十几天就要过春节了 哎呦 我老是感觉啊 这个没有这个过春节的这种 氛围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远的不说 就说近了 昨天我去逛商场 商场的人特别少 像往年的时候 我这个商场的人特别多 你像我这这几天 近地的客户也特别的少 少的 让人感动 比较彷徨 是自己生意做的不好 还是哪个问题 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你没那边生意怎么样最近 我看了看 仓库里的这个货 缺的这个货 给厂子里报了一下单 厂子里让我等会弄 说原材料没了 看看其他客户 有没有下单的 一块做出来 这个订单不是很多 这也奇了贵了 你说像往年的工厂应该是很忙的 到年底了都应该备货 备货就是转个年来 防止 这一个客户 要货的时候仓库的没货 但是今年有的反常 备货的都特别少 各行各业反正是 感觉特别的平静 平静的这个氛围力 充满了一种压抑感 感觉吐不过气了 并没有像往年一样 就是有那种过初一节的这种氛围 这个热热闹闹的 买礼品 买酒 买这个过年用的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 看不到这种现象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看我那个货 在物流上放了四天了 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拉到 我这个地儿里来 仓库里 刚才那个客户锅里截了一个图 说 物流上那个货物还没有凑齐 等凑齐了一块发过来 我说 你这个凑齐了 我这边等着用啊 公安是 物流现在干的也不是太带劲了 我感觉 这一个希望明年 今年会好一点 再这样下去 干的 这个心气都没了 我感觉 特别忐忑 彤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随着年底的临近 中国许多地区的经济状况 显示出明显的衰退迹象 最近 来自大陆的民众纷纷反映 过去熙熙攘攘的市场 现在变得一场寂静 许多工厂和店铺 纷纷关门大吉 裁员现象不变 导致众多年轻人无法就业 只能在家依靠父母生活 普通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来自广州的工人 华先生在1月29日对媒体表示 疫情爆发之前 广州的每一个市场都人潮涌动 生意兴隆 然而 经过三年的疫情封锁 大批的工厂和商店不得不关闭 在连续几年工资不增长的情况下 物价却持续上涨 令他们生计艰难 华先生说 广州现在经济很不景细 找工作非常困难 有些老人一年到头没有任何收入 政府不会提供援助 因为他们有子女 但这些年轻人也赚不到钱 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购买房屋 汽车或结婚等事情 都变得遥不可及 在中国经济中 房地产行业一直被视为重要资助 然而 深圳的房地产中介杨先生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面临泡沫化的问题 全国房价持续下降 他提到 惠州大湾区的一些海景房价甚至暴跌了80% 杨先生说 深圳今年的房价已经大幅下跌 房地产行业现在很难做 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工作了 打算回老家 许多公司面临破产 大规模裁员 工资水平也在持续下降 失业和断工现象越来越不变 南京的居民吴先生表示 当地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过去热闹的地方现在人气大不如前 吴先生说 南京的物价很高 但收入却很低 许多人失业 房价也在下跌 很多人都面临破产的危机 实体店纷纷关闭 普通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一旦生病 多年的积蓄 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耗尽贵州专业的市民 于先生表示 作为一个三线城市 专业的经济本就不如一线或二线城市 疫情三年后 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不得不在家依赖父母 于先生说 经济状况非常不乐观 许多工厂关闭 失业人数激增 普通百姓生活非常艰难 收入微薄 甚至没有收入 很多人生活在极度困境中 社会监控无处不在另外 近几年 中国的经济整体呈现下行趋势 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 破产的企业数量急剧增加 根据2023年的数据 中国有超过230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 这是近四年来累计超过1200家破产企业的一个缩影 根据中坊网1月24日的报道 通过审查法院的公告和使用房地产作为关键词进行筛选 排除了一些重复或非房地产领域的公司后 发现在2023年全国有大约233家房地产公司发布了破产声明 从地域分布来看 浙江、湖南、广东这三个省份的破产房地产公司数量最多 浙江以36家破产企业领先 占所有破产公司的15.45% 新疆和江苏的破产房企数量也位居前列 以上提到的五个省份的破产企业总数 占了2023年全国破产总数的一半以上 总体上 2023年破产的房地产企业主要是些地方性的小微企业 而且多数位于三四线城市 另外 据中职院的数据 2023年销售额超过千亿的房企数量减少到16家 于上一年减少了4家 销售额超过百亿的房企数量为116家 于上年减少了14家 根据统计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房地产企业的破产数量逐年增加 2020年有408家房企申请破产 2021年有343家 2022年有308家 而2023年则有233家 克尔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在百强房企中 有近七成的企业业绩同比下降 其中31家降幅超过30% 名因房企占了其中的27家 克尔瑞还指出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市场预期不佳 企业推新盘的积极性也在下降 即管年末时各大房企加大了 供应量和营销力度 但楼市复苏动力依然不足 销售端也没有明显改善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好好好 藏